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林此彤 现在和大家跟着内地和股市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上证绕合指数收市跌27点 收报2977点 深淨成分指数全日跌3点 收报9066点 湖深300指数跌36点 收报3453点 创业板指数跌6点 收报1751点 主港股方面 恒指全日跌91点 收报16634点 国企指数跌41点 收报5723点 科指跌6点 收报3393点 大市全日成交只有835亿多 这次看看一只业绩股先 先看二号仔 中电宣布截至去年年底为止的年度业绩 股东应占盈利66.5亿 按年增长6倍2 每股盈利2.63港元 中电也会派发第四期的中期息 每股是1.21 全年总股息维持3.1的水平 而受惠 香港和大陆的核心业务 为集团带来可靠的贡献 以及海外业务显著改善 集团去年的营运盈利 在计入公平价值变动之前 增长大约3.3 去到101亿多 收入按年跌大约1.3 看看二号仔 民意即日公布后 股价靠稳 收报63.85 全日升3毫至上来 升幅大约0.4 然后看看比亚迪 比亚迪说 王全福建议将回购A股金额 由2亿人民币增加到4亿人民币 并且用于减少注册的资本 建基于国家双碳目标之下 新能源行业前景和公司未来的发展信心 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另外比亚迪昨天发布了 高性能全电动超级跑车仰望U9 售价168万人民币 是集团有史以来最贵的车型 预料今年年中会交付到 炸团形容这辆车 是开启纯电超跑的时代 看一二一一 全日升大约1.4% 收报187.9 全日升2.7 周三政府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瑞银最新的研究报告预料 香港政府会撤销所有住宅相关的印花税 并且会推出更多措施 吸引大陆旅客来香港 报告相信 撤压后 会对地产商的股价和实质楼市 带来一次性刺激 但认为正面市场情绪 不会维持得很久 预料就算全面撤压 本港今年的楼价也会跌半成至一成 报告解释 香港的住宅供应仍然非常充裕 预测今年可以卖出的一手楼单位数量 会达到5.1万元 意味着需要超过三年的时间来消化存货 而在信泰环境收紧的情况下 高杠杆地产商可能要减价推盘 加快现金回笼 此外 租金回报和按揭成本之间的逆差 亦继续打击投资需求 报告预期 楼市在今年上半年仍会面临挑战 但如果住宅租金进一步恢复 和按揭利率下跌 市场情绪有可能会在下半年改善 最后看国泰193 Bloomberg上周五引述之前人士报导 随着国泰在疫后复苏 国航近月可能增持现有近三成的国泰股权 接触财务顾问 希望征求他们的意见 泰股回应说 对国泰的坚定支持维持不变 而且没有其他补充 报道说到 国航在新冠疫情前 已经有增持国泰的想法 而国航需要提高盈利能力 去为增持国泰提供一个新的诱因 不过增持行动不会在短期内发生 国航已经和一些金融机构沟通 如果最终决定 增持国泰的股份 会评估融资的可用性 看看293 全日升到大百分之三 跑赢大市 收部8.4 全日升两毫半至上来 这次和大家跟进到此 明天同样时间 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明天再见